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恭喜發財 我大家出入平安 Ben 我想問為什麼你這麼喜歡CB F150 我之前那輛紅白色的 最近就換了一輛黑色的 RR150 覺得那款比較漂亮 維修便宜 還有省油 駕駛的感覺如何 駕駛上去 如果你說速度 一定沒有400cc 那麼快 但是我們這輛車 走上高速公路 都不會被泥頭車 重型車輛過頭 都可以爬到他們頭 很夠用 其實我剛考牌 考了三年 未考到牌之前 去車行看到這輛車 不得駕駛很喜歡 價錢又相宜 未考到牌都下了頂 幸好都考到 駕駛了四個月之後 深多多賣了它 換了第一輛車 但是其實過了大概年多後 都覺得這輛車 可能維修或者保養 都很方便 另外一件事 這輛車有人說是天生防盜 所以其實出街 拍車等都不需要擔心 第三輛CBF 第一輛是用來粗 脫了P後 深多多買了一輛Super Ford Super Ford 玩一下就想買一輛Failing 有Failing 有腳車 無敵腳車就只有第一輛 什麼叫無敵腳車呢 油費 維修 就是這樣 至於買第三輛CBF 原因是由我女朋友 因為座位較低 他又想操作滾波車 出街更帥 一輛紅色Failing 和一輛紅色CBF 如果不是他我都不會 所以他應該會付錢 OK 其中一個會員傻瓜 再說一說這輛車的避震 有什麼特別 其實這輛車雖然是原裝車 但是原裝車的避震 其實都有三段調整 在這輛車 其實斜根車工具都有一調整 可以調整三段 適合駕駛車主 想車的避震比較軟 這輛車 原裝車就是耳朵 但是我們 有很多會員 很多車主都會換了這輛新駕駛 這輛新駕駛 都是在大陸買的 但是這輛新駕駛 這輛新駕駛 中段的轉數是會上得快 但是對於耗油方面 其實是沒有影響的 就算換喉軟換喉也好 這輛新駕駛 一輛新駕駛 都在走三十四五公里左右 圍圍都是三毫多公里 變成一流 這輛新駕駛 不會有其他 油費貴的情況出現 雖然 舊版CBF 就是行頭碟尾股 但是 基本上 因為這輛車的賣金 不是太大 基本上 頭碟尾股已經很夠收 在一般情況下 是絕對夠用的 基本上 我每天都會駕駛到大嶼山 每天都會經過青脈大橋 這輛車在青脈大橋 走到比較高速的時候 都不會像一些 150 綿氧 會有飄的情況 相反地 這輛車是很溫定 還有很有信心 不會給到你一個害怕的感覺 會員會的會長 Ken Long 就為我們介紹一下 今天這輛車有什麼特別 各位好 今天很榮幸 小弟和各位說一下 CBF 車的有什麼不同 現在看到這輛是07年版的CBF 跟10年版有什麼不同呢 有幾樣東西 第一 就是指揮燈 一個是黃色 一個是透明 另外一個是有四貨掣 舊款有四貨掣 新款是取消了四貨掣 其次就是供電方面 舊款一收有的就會暗 那個車頭大燈 而新款呢 就在給油和收油的時候 那個燈都是很穩定的 其次還有就是那個死理喉 即環保方面 舊款就是排歐2的排放標準 而新款就是歐3的排放標準 其次細緻一點的 還有電池 這輛原車就要是水電來的 就要定時檢查一下那個水位 而新款那輛就不需要了 就一壞了的時候就要換了 一壞了 一壞年版的CBF 還有舊款的有什麼不同呢 第一呢 主要就是標板 由傳統的指針式的機械式 改為現在的行 數碼方式的LCD LCD標板 還有其次就是那個 尾輪可以改為那個碟煞 碟煞的 而舊版就用這個的古煞的 其次就是那個 尾輪的闊度 亦都會比舊版再闊少少少 其他原車都是沒有死火燈的 很多車主都是要再後駕 其次還有那個尾箱 原車就是沒有尾箱 很多車主都是另外再找外面的朋友 去再改裝 所以現在看到的架 和箱都是另外再改裝的 那 舊款車已經有尾箱架 就很方便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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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